厂商竟然可以在那里大喇喇说 国产车啊 进口车啊 我就做不到啊 今天我说真的 是否没有必要做这么多辛苦的工作 来帮你确保这个球场 应该是你拿了12亿的合约 你要给我一个可以用的球场 炮火不断杠上厂商 新主市长高宏安在尾棒球场开记者会 改善进度归宿前进 前一天才换掉公务处长 现在再对厂商祭出五天改善期限 当然不忘强调这一点 今天所现在看到的现况 林志坚的前市府 他设计的球场设计图有矛盾 他定下的合约 今天连预算书图都可以排水不见 预算不见 这么差的一个基础 时不时就要把前朝拿出来再编一编 新竹棒球场被外界讽刺成为高宏安的政治提款机 这回开记者会的目的再度受到质疑 高宏安市长在近期引发了局处首长人士任用的争议 果不其然的在今天马上召开棒球场记者会 将所有改善工程拖延的责任都推卸给厂商 如此重复上演的这个巨码 已经让市民朋友感到相当的厌烦 不要再把新竹棒球场当成自己的政治提款机 看看记者会上身兼改善监督小组的 蓝营议员就坐在高宏安旁边 颇有蓝白联手收礼前朝的意味 不过台面下倒是对现任市府没再客气 这样的一个进度还是太慢 那对于厂商的拖延消极的态度 我认为市府应该拿出更强硬的手段 新竹棒球场能不能兑现还是会成为痛点 高宏安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 民事新闻黄族康新竹报道